另外来看到国军汉光演习 今天在新竹湖口以及林口来举行 但是新竹这个基地 看到大大的一个司令台 上面怎么只有小猫两三只 原来三军统帅马总统没来 而且据了解这次的汉光演习 马总统确定都不参加了 但是因为汉光实战的演习 两年才举行一次 也就是说除非马总统拼上连任 不然的话在任期剩下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办法以三军的统帅 来参与汉光演习了 眼睛者直升机降落地面 工作人员送上油管线 这叫热加油 直升机不停机 立即补给油料 挂弹人员抱着飞弹 确定安全无余 提供直升机火力支援 这叫热挂弹 另一头 16台UH1H直升机分两组 从台中起飞增援 满载涂满迷彩的阿兵格 实施热加油挂弹 这可以节省我们的作战时间 这里是新竹虎口基地 台上司力潭保留给马总统教阅 不过考量士兵演练 神识好大 可能会触动中国敏感神经 台上只见小兵两三人 马总统没来 这一周汉光演习 三军统帅全部参加 下一回要打汉光 时间点是2012年 也就是马总统要连任 才有机会 远首不参加演习缩水 模拟敌军攻击营区 国防实施跨区增援作战 M41战车 AAV7两栖突击车 全上了板车 集结大反攻 另一头西海暗线 后备军人也不铁网 预防汽艇登陆 汉光演习 动员近千人 可马总统兴趣缺缺 上任从没教育过 也让汉光演习 规模是越来越小 整天讯会 黄一群宣问好 新竹采访报道